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举行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演 可是在这个时候却传出了中美最后忽勉一战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其次则是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安倍在中国访问 那么今天也见了习近平 可是在这个时候美国在欧洲的盟友 却特别的关切到就是中国在太平洋 亚太区域太平洋岛国的近年来的一些耕耘 跟这些一些部署 那么第三个话题也是最后一个话题 要跟大家一起看的就是 英国政府终于开放了 就是对女性的所有的战斗岗位 那么这在英国的军事上 可以是创了历史的一个先例 可是在这个时候同时也传出了英国国会下议院 最大的一个MeToo的一个升级版的一个报告出来 那么丑闻出来 而在这个事件当中最令大家惊讶的就是 有关这个回归到19世纪 甚至于在那之前的主人和这个仆人 甚至于是这个奴隶之间的关系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这几个题目 那么第一个呢 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 北约从这个礼拜25号开始 一直到11月7号呢 要举行一个最大的 这个冷战以来最大的一个军演 那么这个军演是在挪威举行的 而来自北约以及美国这样的一个联盟国家 共有31个国家来参加这一次的军演 那么人数是达到5万人 而出动的坦克车呢 有这个或者我们说战车 有一万辆以上 那么这个规模之大 当然是被称为是冷战以来最大的一个规模 而在这个时候呢 北约呢 他主要的是说 在这个时候 他是要来测试北约各国之间的一个协调的能力 同时呢 也在这个万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北约之间呢 能够在最快的时间之内 能够这个协防国土啊 保卫这些盟国的领土 还有这些人民 可是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应该记得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今年9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俄罗斯他举行了一次所谓的2018东方军演 那个军演其实他人数的数目啊 是这一次北约军演的有六倍啊 那一次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 那是30超过30万的能力啊 军援的能力 那我们刚说了这一次在这边是5万 所以其实那一次9月的这个俄罗斯的军演呢 其实是这一次啊 北约军演的这个六倍啊 那更不要说战车还有战舰这些 而我想最令北约感到这些盟国感到 必须要有很高的一个警惕的是 在那一次军演当中啊 这个俄罗斯同时邀请了中国来参加 那么那一次中国也出动了很大的兵员来参加这一项演习啊 而在那个时候同时我们还看到就是 俄罗斯的总统府今呢 他去访问的去这个探视这个演习的时候 特别说了这个俄罗斯啊 未来还要更增加这个在区域内的这个军力 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当然是欧盟觉得没有办法再是袖手旁观了 所以也就在这个时候呢 举行了这么大规模的一次军演啊 当然还有一个事情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的 就是美国最近宣布了将退出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这个中导弹条约 那么美俄的军事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很紧张的 所以北约这次在这场大规模的军演中呢 当然也让俄国不满嘛 那俄罗斯我们看到了俄罗斯是批评北约 在这个时候根本是说他们是药不扬威啊 而且虽然俄罗斯在这一次有受到这个去观理啊 但是呢俄罗斯还是指控北约这一刻军事行动是挑衅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几个面向是 俄罗斯和北欧之间俄罗斯和欧洲之间一直都是很紧张的 但是呢对于北约来讲呢 其实俄罗斯在九月的那一次军演已经是 可以说是已经是挑衅到了这个欧洲的一个底线啊 那么再加上最近美国跟俄国之间的紧张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面向还有就是九月份的那一次军演 俄罗斯邀请了中国参加 所以这个当中纠葛了很多东西在这面 有美国跟北约盟国 还有美国跟俄国 以及呢欧洲和这个俄国 那么加上这个中美 还有这个中俄之间的各个面向啊 所以其实这几个军演从九月的这个到这一次的这个军演 可以说他是带出了一连串整个区域变化啊 一个地域形式的一个变化 以及一个区域的政治啊 地理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变化 而在这一次军演当中呢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很重要的就是 这场军演除了是这个欧洲各国啊 他要测试他的这个共同之间的防御 也就是其实我们如果记得的话 在2014年这个北约 这个俄国当初就是侵占克里米亚半岛的时候呢 北约在那个时候啊 欧盟各国成立了一个所谓的 北约快速反应部队 那么那个部队呢 主要就是说万一因为根据北约的这个条约啊 就是说在有一个盟国如果受到攻击的话呢 其他的盟国都有义务要出兵 那么这个快速反应部队呢 也就是要测试万一在像克里米亚那样的状况 发生的时候或类似那样情况发生的时候 北约的部队自己可以很快的做出反应 所以这场军演呢 是测试这样的一个快速反应部队的这个 之间的一个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呢 也就是说在这场军演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也在于巩固啊 北约跟美国之间的这个盟友关系 因为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上台以后 他再三的指约北约是一个很老旧的一个产物 而且认为说北约各个国家是不负担自己的责任 这包括了不负担军事上的责任 以及在这个费用上的责任 所以呢 在这一次的军演里面 欧洲各国啊 尤其是北约的欧洲国家呢 他们觉得说在这个军演里面 他们要表现 他们逐渐可以负起他们的责任 也向美国呢 来证明这样的事情 而实际上在美国 这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美国这一次从他们在波兰的一个新基地里面 调了六千名的军队过来 参加这次的军演啊 可以说这一次的军演 同时也想透露了这个美国跟欧盟之间啊 跟欧洲各国之间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不过如问如何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事情 那就是美国在欧洲的一个指挥官 那么前指挥官 他在这个时候呢 却在波兰举行的一次安全会议论坛上面 指出说这个中美之间啊 看起来是未免啊 有一战是不可避免的 而他的理由呢 是说因为现在中美之间是 正在做一个角逐跟竞逐竞争性的关系 那么这个战场呢 不只是在欧洲啊 重要的是现在美国必须要把战场 移到这个亚太区域 太平洋区域 而他认为说美国是很难在 太平洋区域跟欧洲这两个地方啊 来兼顾的 在这种状况下呢 所以到最后呢 有可能如果说和中美之间 在南海问题上擦枪走火的话呢 那么是有可能会到最后说 战争是没有人期望的 但是如果没有管控好的话 可能会在第三地产生冲突啊 或这个冲突可能是直接的冲突 或者是间接的冲突 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然在这个时候是引起了很大的注意 可以想象得到啊 而我们可以看到说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说法 也让欧洲各国有了一个警惕 那个警惕就是说 如果中美之间在太平洋区域的 这个禁逐啊 如果持续的这个升级的话 那么欧洲各国加上川普政府 其实对北约的盟国 是有很多的维持跟不满 在这种状况下 欧盟各国的警惕是 他们必须要能够有自己的能力 来防卫自己 尤其是面对其实 跟美国相较起来的话 我们知道俄罗斯其实就是跟这个欧洲国家 跟欧洲大陆国家是地铃而居啊 所以他们是警铃的一个邻居 所以真正如果有危机发生的时候 欧洲是最直接的一个冲突点啊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 欧洲也逐渐意识到说 这一次的演习特别重要 而也除了这样子外呢 也因为中美关系的一个竞逐 越来越白乐化的状况下 欧洲呢必须要证实 他们有能力来防卫自己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 在这个时候我想 我们也看到了德国 德国其实是二战以来 对于军事行动特别小心的一个国家 可是在这一次的军演里面 德国其实是派出了相当大的军援 可以说是参与国家里面 是第二大的国家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 可以看到说德国 他已经也逐渐在发生变化 其实当初这个北约成立 快速反应部队的时候 德国是主要的这个推动国之一 而德国的政府呢 在去年出入的白皮书里面 也提到了就是说 要这个欧盟建军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时候 虽然有人说欧盟像一盘产杀 要建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是从这一次的这个北约 这么大的规模的一个军援的情势看来 我想对于欧洲各国 尤其是北约的欧洲盟国 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下 恐怕越来越走向就是欧盟在军事 已经防卫能力上的独立性 这个趋势恐怕已经是不能够免除了 那么这是一个新的事情 当然还有一个我要提的就是 这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比利时政府也宣布了 向美国采购他们最新的这个F-35战机 来取代这个现在已经要淘汰的F-16战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军购的方面 当然在这个之前英国也买了美国的F-35 而且是装在他们最新的这个 伊丽莎白这个舰艇上面 航空母舰上面 而且已经到了南中国海去巡了一艘 所以我们可以看来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地缘政治 还有军力的变化 恐怕还是有很大的观察点 但是说中美是不是会有一在 目前欧洲这边的学者的看法 那么在英国的这个战略研究所的看法 他们是认为说 如果这只是真的像他们说的 现在大家都用这个国际航行自由权的名目 来走向南中国海或其他的海域 如果这是一个事实的话呢 如果是国际法 那事情就会简单的多 但是如果呢 这是一个整个全球战略的一个新布局 这当中涉及了中国美国俄国 在这种状况下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说 这个中美之间是有可能 如果没有管控好的话 是会发生冲突的 接下来我想我们来看第二个题目 那么第二个题目呢 就是这个日本的首相 安倍晋三 他目前正在这个中国访问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是呢 这个是这么多年来 这个六年七年以来 日本的首相到 到这个中国去访问 但是呢 在这种状况下呢 照理说一般的看法 一般的看法 说中日关系出现荣兵 是拜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之次 因为这个中日两国都发现 彼此成了这个川普贸易战的一个标靶 尽管因为美日结盟 日本在地缘政治的议题上 像是朝鲜问题 北韩的问题立场 是跟华府同步的 但是呢 目前安倍正在这个 这个最大规模的贸易伙伴 中国呢 巩固双边的经济关系 而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各界对他 安倍这一次到中国去访问 除了中日进行的这个 所谓的第三国经济合作案以外呢 那么中日还将推动这个 敲定所谓亚太区域的全面 经济战略伙伴的这样一个协定 也是大家关切的 但是更令大家关切的是 北京是不是会加入这个 在川普退出 日本还在持续推动的 也就是TPP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这个东西 也是外界观察的一个焦点 目前有一个说法是说 北京正在考虑 当然很清楚的是 中日关系 它不会只是一个贸易关系 还在于这个两国之间的历史情节 当然还有 我们不要忘了 目前这个中日之间 还有在东海的这个主权的 一个争议问题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双方目前正努力把摩擦 降到最低点 这对于各自演来讲 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关系 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美国在欧洲的盟友 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 是更加关切中国在亚太区域 尤其是大家在过去很少注意到的 那些散步在太平洋上 小岛国的部署 像是我们记得 如果我们知道的话 像澳大利亚 纽西兰这些国家 他们都是这个大英国协国家 也就是跟英国是关系很密切的 所以英国也注意到的 以这个问题 英国已经公布 将在这些太平洋岛国上面 设立新使馆 增加这个雇员的人数 目前在这个图像上 我们可以看到 红色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这个目前中国在那个区域里面 是比较有势力的一个范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太平洋上 岛国这个区域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它的部署 已经是逐渐在扩张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刚刚提到说 英国已经公布要在这地方增加使馆 那么此外呢 就是说在法国呢 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也说他将在明年 跟这些国家的领袖会面 而在这样的状况下 为什么 其实这边有很多国家 可能我们很多人 连名称都叫不出来 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新的焦点 原因有两个 最直接简单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 这些岛屿 不管它的大小 不管你叫不叫得出它的名字 它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它在这个国际论坛上 还有在这个可以发生 那么它在联合国会员 在联合国里面可以投票 它还是有一票的 它有投票权的 此外呢 它就是还有丰富的这个海洋资源 那么这些都成为 大家觉得不可忽略的地方 而在这个星期呢 位于伦敦的皇家国际研究战略所呢 就举行了一场研讨会 那么指出从这个2011年以来 中国在这个区域已经投资了13亿的美元 那么这是一个相当大的 对那个区域来讲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优惠贷款和捐赠 而西方国家担心太平洋岛国 受到北京的贷款太多 会不堪负重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英国的专家 甚至于指出说 这个北京的一带一路 这样的一个策略 其实已经深入了 到这个区域里面了 那么他们担心的是 这些国家 我们知道他们都是比较贫穷的 是还没有真正开发的国家 在这种状况下 担心的是说 这些国家 他们到底在经济上负荷得不了吗 那么接下来 如果负债太多的话 会产生什么问题 当然更担心的是 中国在这个时候 似乎又像是进入非洲一样 就是比这些西方的国家 或者欧洲的国家 抢先一步进入到这个区域 在这场研讨会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英国的专家 这场研讨会 其实是由纽西兰政府 在这边举办的 但是呢 英国的专家 他们在这场研讨会里面 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中国的部署 其实是下了绝对大的一个 不光是一个裁员上的一个供应 还有就是在这个人力的投资上面 他们提到一个很小的例子 但是这个例子呢 也令人非常印象深刻 他们说 他们发现中国的外交人员 可以用当地的语言 在那个地方跟当地的人来沟通 不管是跟当地的这个政府 或者是跟当地的人民 而在这种状况下 那么这边的专家就说了 他们要问的是 美国或者欧洲 有几个国家的外交人员 做得到这样子的更云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说这么样的 一个努力的一个更云 从这么基本的点上 这也让大家想到 就是说澳大利亚 它是区域里面的一个国家 那么他们呢 曾经说要在图瓦鲁 派这个新的公司 可是却派了很久 派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找不到一个真正了解 那个区域里面的人 那更不要说 会说当地语言的人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这种状况下 接下来这个区域里面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主 怎么样的一个禁逐 我们还不知道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在这个岛 这个区域里面的影响 它不只是人力还有财力 它同时呢 也建筑在这个区域里面的 海军的军事力量 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 这个中国给了斐济一艘 中国建造的这个海盗测量船 那么这是这些太平洋岛国里面 第一次从中国得到军事上的一个捐赠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当然西方的盟国 也努力发展这个跟这些导国的军事关系 像在斐济还有东加呢 都已经应邀参加在这个澳大利亚 举行的一个军演 所以从安倍访问 中国这件事情上面 以及从中日关系升温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同时带出了其实在过去 大家都不是那么特别关注的这个区域内太平洋岛国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岛国这些太平洋岛国现在也成了这个中国还有美国以及欧洲这些国家一个新的角逐点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然后接下来可以继续观察的一个方向 最后我想跟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英国的这个外交部以及国防部 今天在公布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就是说英国的这个军事单位将会对这个女性开放所有的这个战斗岗位 这表示什么呢就是以后呢英国的女性在军中服役的这些女性 他们可以参加像是在过去都不能够参加的一些前线战役 我想在这边提一下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跟我一样很惊讶 就是其实英国的女性的这个军人啊他们是一直到2016年啊就是两年前啊才能够真正到这个前线去服役啊 就是第一线去服役啊可是呢关于这个啊英国的海皇家海军陆战队啊皇家陆战队 以及呢英国我们都知道那个最精英的一个部队那就是SAS啊这样的一个两个最精英的一个单位啊一直是不让啊女性来参与的 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政策呢的布达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一个一个策一个一个策略啊 所以啊英国的国防部呢也特别说啊这个是开这个英国军事的先例啊 而他们以后要看的是啊这个军人的一个能力啊而不是他的性别 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对女性或者对啊有这个从容啊这个气体从容的这些女性来讲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鼓舞的事情啊可是呢啊却也是在差不多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英国的夏议院啊公布了一份啊报告 那么这份报告的内容呢主要是说英国的国会啊啊里面有这个性骚扰还有霸凌的现象 而且是相当的严重啊这件事情可以说震惊了英国社会大众啊 因为报告中指出啊夏议院的议员啊对这个职员还有对助理的这些欺凌啊 甚至于出现了一个精神上的虐待啊 那么被虐待的人或者被欺凌的人呢通常只是顺从或者默许啊或者是就不说了啊 因为主要呢在英国国会里面他们并没有独立的一个部门来处理这样子一个投诉啊 所以他只能够来告诉这个相关单位的主管 但是呢这个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公平的一个处理过程 而在这样的一个报告当中我们同时看到他点名了这个夏议院的议长啊 而这个考博呢他是欺凌了他前任的两个私人的秘书 那么其中一位女性秘书啊啊已经离职了 而在这种状况下当然英国的这个国会议长他是完全啊否认这样子的指控 而可是呢在报告里面指出了就是说在他们调查的过程当中访问了一些女性 他们发觉说这里面有很多不只是言语上的一个欺凌啊啊 那么还有性的一个不礼貌的暗示啊啊 同时还有一些非常不堪跟下流的批评啊啊 他们认为说这些问题呢让他们觉得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投诉 而而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也让大家看到的就是说 呃在长久以来其实在英国的国会在夏院里面 呃这种状况是存在了很久 呃可是呢他没有一个确切的管道可以去投诉 此外呢在报告里面我想最令大家惊讶的是 呃有很多人用了这样的字眼觉得说呃在一个国会的殿堂里面 他们觉得在一个权力的压迫下 他们看到的是他们或者他们感受到的是一个主人 还有看仆人以及甚至于是一个奴隶的关系啊 那么这个关系不管是一个精神上的呃受凌辱 或者是一个肢体上确实有受到相关的像性格 各方面的一个骚扰啊呃我想这个事情是最令大家惊讶的 因为所谓的祖谷啊支撑其实是回到英国的呃 十九世纪十八世纪甚至更之前当然我们知道呃英国他还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 可是在国会的殿堂里面啊在这个呃人民选出来的国会议员 以及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公谱里面啊如果还有像这样子 主谱之分的话就是主人跟奴隶之分却是一个权力实际上是一个权力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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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纠葛啊 啊在这种状况下这种欺凌现象被认为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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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是平权 如果不是一个提升的话 至少是难以平权 能够让英国的五姓的国防人员 军事人员 能够到所有的战斗感会上面 可是在英国 这样一个古老的民主国家里面 它的国会殿堂里面 却传出了这样子 甚至于是18世纪以前的 一个不堪的一个霸凌的一个现象 那么我想这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也是一个很嘲讽的现象 今天的伦敦看天下 就为您谈到这里 不管您在哪里 还是一样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我是江静林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